目前這個南湖國中還有這個北投的那個威格的部分 目前匡列的狀況 還有今天北市有沒有新增確診 有啊 公立一大堆 威格的部分因為他是家長確診 不是小孩確診 所以威格的部分已經採檢 擴大採檢一百多名都是陰性 所以目前為止 他自己的家人當然是被隔離 那目前為止學校的部分採檢陰性的話 應該是沒有什麼影響 那今天會有新增大概五個新的案例 主要還是一群在一起吃飯的朋友 他們有參加共產活動 中央今天應該也會公布 我們這邊大概是鼓勵 那新北也有 那接下去現在正在做疫調 市長的傳播鏈過來 有一個就是跟著設計師 然後在台北不是有個職場 三個人一起在某個代銷公司工作 那其中一位去參加 比較像是他們宗教的一個協會的聚會聚餐唱歌 那這個聚會聚餐裡面現在已經10個確診 那加入今天的話大概到了19位 所以是不是還蠻擔心會有傳播鏈 這個就是很擔心 所以我們要盡快能夠匡列 然後讓它的不要再傳出去 所以現在今天知道 昨天深夜知道 我們這邊有四位是 因為他們一起吃飯的朋友 所以今天會把他們所有的足跡調查清楚 會盡快在早上盡快把 可能的部分的匡列都趕快匡列起來 我會要問一下